什么是世界上最强力量的国家? 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些国家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等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。 最为关键是他们的外交政策以及军事预算,都会对全球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,甚至可能会带来局部冲突等等。 比如,冷战时期,美国与前苏联的较量足以说明这点,那么,在未来复杂国际局势下,全球十大最强力量,德国家是哪些呢? 一直以超级大国自治的印度此次只未能上榜,而我们中国又排第几呢? 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10,阿拉伯联合酋长国,阿拉伯联合酋长国,是阿拉伯半岛东南端游七个酋长国, 组成的联邦,当前国内生产总值在3480亿美元,石油是该国经济的基础,从20世纪60年代石油出口开始,该国经济迅速转变,当前爱灵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新欧主要国家持平。 另外,该国被誉为超级军货采购商,在2013年的76亿美元的采购美国军货订单就可以看出。 9.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被誉为中东的巨人,阿拉伯半岛的绝大部分土地和财富都在其境内,沙特建国后不久在沙漠中,发现了惊人的石油储备,迅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,经济得到飞速增长。 据估计,沙特阿拉伯占世界石油供应的四分之一,当前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有464亿美元,而且它还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。 点击请点击输出土,便描述吧,以色列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,国土面积虽小,但是在全球事物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。 该国拥有强大的经济,特别是市场经济,以经济科技而出名,主要出口产品包括切割钻石,高科技设备和药品。 另外,该国非常重视军工企业的发展,在很多武器领域,已经位于世界前列。 正因为如此,也导致了与许多阿拉伯邻国的关系紧张。 七,日本日本是世界上最有文化和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,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,四二战结束,日本作为战败国,规定军费开支,不得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。 促进了本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,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外向型经济政策,积极发展教育等等,很快就恢复了世界地位。 当前该国国内生产总值4.9万亿美元,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万1220美元。 六,法国法国位于西欧,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之一,该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。 该国国内生产总值2.5万亿美元,主要是私营企业和政府参与的混合体,尤其是该国的旅游业为其经济做出主要贡献。 法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,而且它所属的其他主要团体包括欧洲联盟,世界贸易组织,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卫约。 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。 英国英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,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2.6万亿美元,具有相当大的国际经济、政治、科学和文化影响。 该国伦敦是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,也是世界上游客最多的城市之一。 伦敦的特殊性吸引大量的全球投资者,而且英国的教育实力很强,拥有许多世界顶尖大学,比如牛津、剑桥和伦敦帝国学院等等。 同样英国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,也是欧洲联盟、世界贸易组织、世界银行、北约和20国集团主要国际组织的成员。 4.德国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,也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上之一,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在3.5万亿美元,该国采用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加开放市场资本主义,这种结合方式让德国本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,而且该国历来都非常强调科学技术。 5.虽然德国是二战战败国,但是不得不承认德国军工科技之分发达,在全球事务中,德国也是重要的参与者。 5.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3.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仅次于美国,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,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已到11.2万亿美元,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5395美元。 5.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,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,而且中国的经济的走势对于世界局势变化,有着工业的影响。 5.例如,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决策,近年来,中国对于国防预算的投入,加速军队现代化更新速度,这也将亦改当年的军事弱势情形。 6.对,于国际社会而言,很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发挥了作为大国的国际风范。 6.俄罗斯。俄罗斯不仅是面积最大的国家,也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,目前国内生产总值为1.3万亿美元,该国自然资源的输出,在俄罗斯国家经济中,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6.而且俄罗斯还是仅此与美国的世界最大军火出口商,它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,也是20国集团,亚洲到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,欧洲委员会和世界贸易组织,等主要国际组织的成员。 7.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一,美国自从二战结束后,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经济和军事强国,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,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8.6万亿,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7608美元,美国经常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。 7. 它是联合国,北约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创始力量,从海湾战争到爱富汗战争等等,美国对世界政治,经济以及全球联盟,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了。 7. 另外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,两国之间的博弈,几乎成了全球美日的头条,总之,能成为未来全球最强力的国家,必将在国际大舞台上,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 7. 虽然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,但是该国的国民生活水平,以及军事实力上薄弱等等,决定了该国暂时无法进入到未来十大最强力量国家行列。 7. 虽然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,但是,决定了该国家行列。